山西初中生遭同学割喉,行凶者未满十六步行居 反问媒体有完没完 山西朔州一名中学小杨英和同学王某发生了争执 王某走后,小杨以为事情就过去了 谁知王某是去学校旁边的商店买美工刀了 他拿着刀回来后,刺向小杨的脖子 因为王某未满十六周岁 当地公安局对行凶者他做出了拘留十日 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没有对王某进行行居 当天下午放学后 小杨和同年级的学生王某产生了口角 在校外发生了争吵和撕打 据小杨奶奶介绍 当天傍晚小杨刚出校门和王某撞了一下 王某就说了句看啥呢 小杨回了一句你不看我你咋知道我在看你 这时王某离开了 咋滴了你们这事 你们想怎么样你们说 随后王某母亲担心惹怒王某挂掉了电话 王某割伤了小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即使因为未满16岁侥幸逃过刑居 但也应承担责任 积极赔偿医药费 弥补自己的错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